哈囉大家好,我是肯定們,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是僱傭者傳說 那我們今天要來稍微試玩一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主要玩法 還有這個新手的一些開局福利以及一些工具資訊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那麼首先先來分享一下這遊戲的新手 玩之前可以有的一些福利好理喔 那首先就可以來到他們的預約頁面啦 那預約頁面點下來的話,這邊就可以看到有這個神燈喔 我們可以去抽這個神燈啦 那獲取神燈的方式也只要預約啊,然後分享關注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點擊這個神燈之後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些獎品喔 他又是有機會抽到這個日本的雙人友啊 有這個抽獎金券應該才是蠻低的喔 那至於其他的話他就沒有什麼啊 他上面這些事前預約好理應該都會 直接送到我們的郵件線箱喔 還有預約直接送這個波缸啊 然後下方的話還有些這個夥伴 還有神燈就直接送這個神裝喔 還是蠻多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的話來直接進入一下遊戲喔 那他剛剛說的這個神燈送神裝就是我們下放這個神燈喔 我們只要搓一搓就可以拿到一個裝備啊 有沒有感覺這個遊戲玩法非常的像 那這就是已經出了非常多類型喔 不過這個僱傭者傳說算是有這種比較多種不同的元素 而且他本身的畫面也是比較可愛一點啦 還有多星的一些同伴啊 還有技能這種畫機的元素 不是單單死板這種 而就是單回合制戰鬥啊 那這遊戲呢一樣是有這個額外的職業喔 那職業的話也是跟大家先推薦一下 那職業的話他們這邊每打到一定的等級就可以進行進化 那這邊進化最推薦的職業的話是可以 無課的話就可以直接選擇了法師 然後到後面再變成這個聖導 聖導的話原因是因為他有這個可以增加他能量的恢復速度啊 那通常我們前面都是比較容易直接被打死啊 看我們剛剛就是直接被打死喔 那打死的話我們如果選到聖導 我們就可以去用一些這個技能來讓我們保命喔 那我們可以點擊一下這個商店 商店的話這邊技能應該是可以先 欸應該是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回春技能 還有咕咕罩大幅延長我們的這個生存機率喔 也可以讓我們打的輸出夠久啊 至少可以通關過去喔 那大概職業玩法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他這邊廣告所說的三件抽 在這邊的話也是直接有 主要的話就是一些夥伴啊 還有一些技能的抽券 都可以直接抽到啊 然後抽的話一樣是有這個等級限制喔 要抽到一定的次數才會把這個等級升上去啊 才可以抽到後面這些比較高級的技能喔 比如說也是需要小小課金啊 不然的話5課就只能夠白嫖喔 好那主要有辦法就是抽這個裝備 那裝備的話一樣是有這種基礎的能力子喔 那是有一些生命攻擊防禦 然後有一些比較高級的 高級裝備的話就會解除一些額外的屬性喔 那這邊一樣是推薦把這個連擊 還有這個暴擊這些有的屬性的話就把它選起來 這樣的話就直接組成一個連擊流啊 跟其他這種類...相同類型的遊戲是 差不多一樣的喔 然後這遊戲的禮包碼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啊 那要兌換的話應該是可以去點擊一下啊 不知道台服的話到時候兌換是在哪邊兌換啊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福利禮包碼喔 那目前的話是有這兩個啊 第一個的話是預下載的禮包碼喔 然後下面一個的話是這個Lide的序號啊 那到時候呢你們進到遊戲應該就可以 直接去兌換使用喔 好那我們也再稍微試玩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兌換在這個齒輪喔 還是要我們到角色16級啊 那我們剛剛就拿到一個藍色的 還有一個...手套可以增加暴擊 而且它這遊戲的角色這還蠻可愛的喔 還是一個小蘑菇啊 這感覺跟風之谷有點感覺有連動到 好那我們接下來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遊戲的一些新手的攻略 那這邊的話新手攻略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資訊的表 然後把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喔 那有需要的話 不知道的話可以直接來這邊去做茶餘啊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大神投稿 就是冒險大作戰的官方啊 不過的話這些也都是沒什麼重點喔 反正的話就是技能還有一些裝備啊 戰力他們的戰的%數大概是有哪些喔 反正就是都要除啊 然後才能夠把戰力填上去 然後這邊的話是一個零克 維克的生存指南喔 這邊的話還是討論的還蠻多啦 那主要呢就是選擇這個強勢級友 一個聖導然後一個奴啊 那剛剛的話是只推薦一下聖導嘛 不過呢 奴的話還是需要稍微儲值一點喔 無克的話就直接單純玩這個聖導就可以啦 然後後續的話反正都可以直接再轉級友 所以說其實也不用太在意前期選什麼啊 然後這邊下方的話就是一些額外的 新手資訊啊 不過也是沒什麼重點喔 畢竟這遊戲就是這個樣子嘛 就是抽抽裝備 然後打打這個怪 然後放置一下這樣子 想要無克而輕鬆玩的話是可以玩一下啊 畢竟這遊戲的話也是 有多非常多不同的一個元素啊 那公司他有這個技能我覺得就還蠻不錯啊 至少不是單純的 就靠普攻護A喔 然後通關一隻石的話就可以再解鎖同伴喔 我們也是在 他會玩到後面一點 可以強化一下他們的技能 通關一隻酒 再點亮一次神燈死刺喔 感覺我們現在應該可以通關喔 這Boss 在我們裝備都還沒有起來之前 他打的傷害其實還是蠻痛的啊 不會說像其他遊戲都一直打Boss喔 就完全只要堆這個傷害就好 這款遊戲感覺是反過來喔 要盡量讓自己不要死啊 才有機會輸出打打過關喔 好那通關一隻石 就可以來抽取我們的同伴喔 那同伴一樣是有這個等級的限制啊 好可以抽到一些小雞 跟這個小蝸牛 那這感覺真的跟風之谷或是 有點小喔 小象 還有一個蛋樂糖 不過他的畫面真的是蠻可愛的 這邊結束了一個同伴 那同伴的話一樣是可以把它裝備裝上去喔 那就可以額外提升一些生命攻擊還有防禦 這邊好像還有不同的方案喔 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額外的上輪效果 可以讓能量恢復速度加快 那這邊施放主攻精靈之後可以引爆敵人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強喔 感覺這個小火龍就特別強啊 直接增加普通的暴子機率 然後急於延長30% 那這個同伴的效果就大概是這些喔 可以提升基礎能力還有一些 額外的上陣效果 然後最後呢是這遊戲的 競技流派喔 那法師6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職業 可以主要用非常多的不同技能去互相打 那其他的話大家也是可以稍微看看就好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這一款遊戲 僱傭者傳說的遊戲試玩 還有一些新手的職業選擇推薦介紹 還有新手的開局福利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